澳洲双重国籍课题持续延烧 如今再有一名国会议员 因为拥有双重国籍而宣布辞职 她就是参议院的女议员克摩尔 她也成为了第九名 因为双重国籍身份而辞职的议员 来自澳洲瑟诺分党的参议员克摩尔 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 她在新加坡出生的母亲拥有英国国籍 尽管克摩尔本身在1985年出生于达尔文 不过她的母亲出生时 新加坡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 因此她就从母亲那一方自动继承了英国国籍 早前澳洲朝野政党达成了协议 要求所有议员公开父母和祖父母的国籍 克摩尔是在上个星期向英国政府求证时 意外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自动继承了英国国籍 她叫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她为此去参议员的职务 并请求参议院将她的问题提交给高等法庭 澳洲宪法规定拥有双重国籍的人不能担任议员 截至今年7月 已经有8名议员正式拥有双重国籍 其中5人被高等法院裁定取消议员资格 包括副总理和内政部长 使得总理特恩布尔的政府遭到重挫